大家好,我是冬冬的周老师 今天帮小朋友看的第一盘棋呢 黑棋是四段,白棋是五段 这位五段小朋友可能一刻下的比较少一点 一刻的棋力还留在3D家 希望他以后可以再多多练习 黑棋这一部小飞看起来太保守了 因为左边黑的人这么多的话 我们想围地的话可以围大一点 这样看起来比较积极哦 堂堂这一部小飞比较缓和 更积极的下法是可以这样下 开展自己的右下角 这样两边的湿力看起来蛮大的 那现在黑棋这一部棋很重要 以前常常提醒大家说 这种形状呢,我们不要在右上角这边防守 因为地真的很小 而且防守完之后呢 会帮助白棋开展右边的地盘 黑的应该怎么下呢 直接拖线是最好的 例如说下成这样 那白的响为右边也没什么了不起 黑的就打一个立下 非常漂亮的形状 整个下面看起来呢 地非常的大 那白棋呢 右边这一带很空虚哦 所以这一图是黑的很满意的 实战走这一步棋有一点小 白的已经稍微占上风了 那接下来黑棋的重点 还是一样要点这个三三 非常的巨大 这个挂角又吃亏了 下成这样 我们会发现 这三颗棋子围的地非常的小 而且还没有完全的安定 白的右下角有可能会形成很大的地 坦坦这一步百年的话 以木树来说是蛮大的哦 但是全局看起来 还是应该要占据左下角这边的大地 才是最重要的 那现在白棋这一步棋 也是稍微缓和了一点哦 跟当初这个小飞有点像 黑棋现在是拖鲜的好机会 守住这一片的话 以后就会有新的发展 黑棋的阵地就有希望增加 上面这边反正哦 这地看起来很小 没什么可为的 黑的下这里的话 真的是好可怜哦 这地围的这样子一点点哦 这个落后就很多了 现在白的局面已经非常好 那黑的怎么办呢 这块地本来就围不住的哦 白的既然进来的话 黑的就应该要很高兴的让它下去 那将来还可以这样继续欺负它哦 上面就有机会成空哦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防止白棋左下角这边要尖出来 所以黑的可以下这 那黑的先下白的再尖 就比较不可怕 黑的可以冲一手再立 白的地就全部被破光了哦 而且也没有什么根据地哦 所以白的应该还是必须要这样挡住 那黑的就可以跨段来利用 那譬如说下沉这样的话 黑的至少呢 就把左边的白地都破坏了 而且中央自己也会有一些希望哦 这样下黑棋就局面虽然是不好 但是呢还不至于立刻输 那刚刚白的这一步打入呢 有更好的下法 从这里来跳 还可以防止黑的点三三哦 这是最好的 结果呢 黑棋踢在这里 就很不妙 白的就算是实战俗手这样子弄出来 也是黑棋感觉很不好笑 因为左边这边三颗看起来呢 就变得很弱 那白的如果下这里的话就更棒了哦 因为之后还有这个跨段 可以进攻黑棋的弱点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看到这边哦 黑的因为续盘阶段下了好几步问题手哦 我们来看看哦 第一步这个小尖 第二步这个挂脚 第三步这个围态小是最可怕的一步 然后第四步踢在这里哦 续盘只下错四步 这一盘棋就真的没希望了哦 哦 所以黑棋以后我们布局一定要再多思考哦 要想办法下好一点 那我们来换一盘 这盘棋 黑棋是二段小朋友 白棋是四段 碰到三三的时候建议我们不要理他 围自己的地会比较好哦 在旁边降下对黑棋没有好处 黑棋这里看起来空空的 下面有漏洞 不好围地 可是白棋呢 已经围到这么多地 所以一上来黑的就亏了 这个板也是 因为这边呢 有漏洞的关系 很难围地 这样被白的压一排 更吃亏 黑的就直接 这样来保护这三颗吧 下到这里的时候 白棋可以发展他左边的地 非常的大 这样下也可以 黑棋这部小飞蛮有创意的 白棋应该要冷静地防守一下 这样比较不会影响到下面这个白棋 直接冲断就有点重计了 黑的打一个 接下去虎的话 形状很漂亮 白的如果弃子的话 这一块地也蛮大的 可是如果乱动的话 黑的这个子也可以动 这样战斗白棋就感觉到没有把握 没想到黑的黏在这里 形状真的太差了 白的这样飞出来 跟着长 哇 这个地看起来越来越大 这两颗又抓不到 这样黑的特别不好 白的方向有一点点错误 黑的这个形状应该要顶住 我们不需要怕这个断点 白棋没有用的 顶住有什么好处呢 对上面很有帮助 这个断点也因为紧到气变得更严厉 那这个退吃亏的时候 白的要怎么样来活这一颗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 跟朋友保持连接一下 被切断的时候呢 再过来 这样黑的就杀不死你了 黑的当然要挡这边咯 这个定时是谁都会的 一定要下这里 这个挡错很奇怪 因为上面这边呢 白的随时可以来破 黑的就没有下到什么木 那白的这一步骑 刚刚说过了 要先在这边埋伏一个人 这样下有危险 黑的如果这样来杀的话 白棋好像活不了 真的超危险的 那黑的这样杀 这个技术有问题 白的最简单下面板都是可以的 就一下就火了 实战下成这样子的时候 黑的应该发现已经杀不死了 那虽然快要输了 可是要保持冷静 赶快去下大棋 结果继续下这边的时候 白的还是两眼 黑的这样就真的好可怜 就完全浪费了一手 这样就输更多 那么看起来黑的这么可怜 可是下到后来呢 居然快要赢了 我们赶快来看看后面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右上角 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战斗 目前白的还是领先很多 但是下一手棋呢 就出现了很惊人的变化 黑的冲这一步找结的时候 白的应该怎么下 要赶快对付这个结材连好呢 还是应该要吃掉 照顾一下右上角的战斗 这步白的下挫真的差点就输了 正确的下法 白的一定要粘在这里 太大了 那黑的找结没关系 白旗保护这一块的时候 顺便还可以切它 然后当成是结材 黑的再硬的话等等 这个结打不赢 里面全死 所以估计黑的是会粘起来 那白的没关系 就轻松这样下 不但安全 而且上面三颗快完蛋了 那下面白旗这样子做活 是没有问题的 下成这样子白的领先还是很多 我们来看实战 哇太精彩 这个时候黑旗呢 就快要瘾了 现在白旗这一块 比气比不瘾被杀死 上面这边呢还要做活 那脚上还没有活干净呢 黑的以后还可以提过来 所以这个时候 黑的立刻就反败为胜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决定胜败的关键 战斗到这一边的时候 黑的局面还是占优势 上面这一块的比气呢 相当的精彩 白的气比想象中还多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黑的这个填进来的时候 会发现黑旗自己没有气 所以黑的想杀他的时候 这边是需要先补一手的 一 然后 二 然后 三 然后 四 五 六 白的有六气 黑旗早就被杀光了 所以这个形状 我们要看出来 白旗有六气 很恐怖 黑的这边不可能会有六气 所以实战 紧气 然后就直接死掉 这盘旗呢 就输得好可惜 那我们来看看黑的怎么下财会赢 黑的应该要做出打结活 黑的就找结材 这边结材真的太多了 白的没办法硬 只好把上面全部吃掉 但是下面变成长这样这么大块的地的话 黑的局面还是非常优势的哦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看到这边 下回再见咯 大家拜拜